嘿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這支影片是陽鸡球員點將錄的第二集 今天要介紹的是陽鸡近五年來的牛棚主力 千層面Jonathan Loicica 千層面現年29歲 是巨人在2012年從尼加拉瓜簽下的國際自由球員 但幾乎年年受傷 2014跟2015這兩年完完全全沒有出賽的紀錄 最後巨人在2015年5月將他釋出 之後2016年才與陽鸡簽下的小聯盟約天賦才慢慢兌現 2017-2018雖然仍是小傷不斷 但都有穩定的出賽量 兩年共計出賽25場都是先發出賽 在新人聯盟1A與2A繳出7勝2敗 防疫率只有2.23 也讓他在2019年在陽鸡農場排名升至第二名 千層面至2018年登上大聯盟以來 除了前三年有丟過先發 其餘都是後援出賽 7年大聯盟生涯總計出賽163場 219.2局中 攪出19勝11敗 防疫率為3.44 算是相當稱職的主力牛棚 但其中美中不足的是傷病問題 出到7年以來 只有2021年是最健康的 其餘幾年都有因手臂疲勞、受傷、進傷病名單 千層面會投4種球種 分別是深卡球、四風線、變速球以及曲球 另外卡特以及滑球分別在2022年以及2023年棄用 所以就不列入條論 深卡是千層面的主要球種 使用率接近70% 是典型羊肌養成的後援牛棚 均速98英里的深卡變化幅度相當的大 能製造出相當多的滾地球 剩下滾地球率高達54.7% 非常適合羊肌小球場的特質 第二球種為曲球以及變速球 使用率大概都是在14%到16%之間游移 均速90英里的變速球以及88英里的曲球 能製造出速差擾亂打著 總結千層面就是很適合羊肌的球員 深卡能製造出相當多的滾地球 且三陣能力並不差 且小聯盟友先發背景 能跨局後援相當的萬用 唯一的缺點就是真的太痛了 今年手肘又嚴重拉傷 剛開季出賽3場就整季報銷 這對今年是合約年的千層面來說是一大打擊 但聽說動的手術偏向修復韌帶 而非患韌帶的唐咪咎手術 復原加復健大概是10到12個月左右 明年應該是趕得上開季了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羊肌若能用一年大約200到300萬左右簽回是最好的 但礙於羊肌會優先處理SOTO 以及Toris的簽約 千層面的順位必定會往後 甚至是不簽 今年很有可能是千層面在羊肌的最後賽季了 祝福他 那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 感謝各位的觀看 喜歡影片的話請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有想要聽著棒球的大小 是否要跟我們說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